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 在这期节目里 我们将要介绍一位在中国内地广受欢迎的女演员迪利热巴 Diraba Dilmarat 出生于1992年6月3日的迪利热巴 原名迪利热巴迪利·穆拉提 来自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士 她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女演员 以其出众的美貌 才华和多样的角色征服了观众 迪利热巴在2013年因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 《阿纳尔海》正式出道 随后在2014年 她主演了奇幻剧《逆光之恋》 2015年 凭借爱情剧《克拉恋人》赢得了高人气 并在国剧盛典上获得了最受欢迎新人女演员奖 2016年对于迪利热巴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她主演了现代剧《麻辣变形记》 并在同年主演了都市爱情励志喜剧《漂亮的李慧珍》 凭借喜剧《偏傲娇》与偏见 她还获得了中英电影节最佳新人奖 2017年 她在玄幻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 为她赢得了白玉兰奖最佳女配角提名 2018年 迪利热巴成为了精英电视艺术节的第七位精英女神 并获得了第29届中国电视精英奖观众喜爱的女演员 第12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女演员两项殊荣 在2020年 迪利热巴主演的玄幻剧《三生三世枕上书》播出 2021年3月 她又主演了古装传奇剧《长歌行》 紧接着在2022年 她主演的古装玄幻剧《与君初相识》和《恰似故人归》相继播出 迪利热巴的职业生涯可谓是硕果累累 在短短几年内 她已经成为了中国内地的知名女演员 并获得了许多奖项和认可 她不仅仅限于影视作品 还涉足了歌唱广告代言等领域 展现了艺人的多元化发展 除了演艺事业 迪利热巴还关注社会公益事业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微弱是群体发声 用自己的影响力传递爱心和正能量 迪利热巴的成功离不开她对表演的热爱和专注 从《阿纳尔罕》到《三生三世诊》上书 她的角色跨度甚广 涵盖了古装、现代、爱情、奇幻等各种类型 她的表演始终充满魅力 为观众带来了无数难忘的瞬间 当然 迪利热巴的成功也离不开粉丝们的支持 她的粉丝遍布全球 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 都有着大量的粉丝 粉丝们被迪利热巴的美貌、才华和性格所吸引 热情的为她加油鼓祭 总结一下 迪利热巴在短短的几年里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她以出众的演技 多样的角色和无限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而她在演艺圈的发展也仍在继续 我们有理由相信 未来的迪利热巴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感谢收看这期节目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们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同时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随时了解更多有关迪利热巴和其他明星的信息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